我想作为一个人 你之所以生存最基本是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因为你可以呼吸 第二就是因为你有东西吃 如果你不呼吸 你不吃东西 你不吃东西 可能你40天 好像耶稣那样40天 你可以生存得到 但是你不呼吸 可能两分钟你就死 作为基督徒 什么是我们的呼吸 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 圣经话语是什么 是我们的呼吸还是食物 食物 祈祷就是我们的呼吸 我想问你多久没吃东西 就是说你多久没读的圣经 圣经是全世界销量最多的一本书 其实究竟这本书有多重要呢 年老的保罗 当他完成了他一生的宣教事奉之后 他写信给他的接班人 他属灵的儿子提摩泰 你不要以为当时提摩泰很小 圣经名说不可叫人小汉你年轻 提摩泰不是十五六岁啊不是 当时的提摩泰已经是 以诛所教会的牧师来的了 他以诛所教会侍奉 他不是小孩子来的 保罗提醒他 在这段经文 提摩泰后书三章 十六至十七节 我们去一去这段经文好吗 提摩泰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山后面那道门我们就听不到嘀嘀声的了 好吗 珊珊 霆历 不是这边 右手边 对了 这个是我蛇彩后面的经验来的 我们找到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 很短的 应该会背的 好 预备起 圣经都是神所密是的 于教训督摘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保罗提醒提摩泰 圣经是神所密是的 让我第一个感觉就说 哇 保罗你没有搞错啊 当时的提摩泰已经是牧师来的了 牧师的意思是什么呀 他应该每个礼拜都在讲圣经的了 甚至他主学者应该在教圣经的了 为什么保罗还要提醒他 圣经的重要性呢 就是这句话吸引我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 或者就让我们今天去看看 究竟其实圣经有多么重要呢 以至到那些自觉是很熟圣经的人 都被提醒 你要回到圣经那里 你要去看圣经 好 让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神啊 多谢你 因为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间里面 甚至是落雨的时间里面 你仍然给我们一个 渴慕你的说话的心 以至我们能够 选择了来到你的面前 主 多谢你给我们做这个选择 但愿主因为我们是爱你的缘故 我们是渴慕你的说话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渴慕敬你的缘故 我们是来到你的面前 祝我们都将有时间交给你 求你不单止打开我们的耳朵 也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灵深处 让我们明白 你说话 你笔这篇圣经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多谢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字 我相信这篇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其实什么叫默示 如果你看它原本的文字 默示的意思是神灵 神灵 神加灵 神我们知道了 灵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神加灵 究竟是什么呢 他说原来神加灵就是默示 或者我们先来看什么叫灵 什么叫灵 其实圣经里面灵很多时候 都指到神的口气 就是神呼出来的口气 他说圣经就是神所呼出来的口气 神呼出来的口气 就形成了圣经 其实宝来这里想强调它是什么 圣经是百分之百是神写的 圣经百分之百是神写 当然也是百分之百是人写的 圣经是无误的 圣经是神的作品 圣经就是神 圣经是反映了神的特质 意思就是说 神有什么特质呢 圣经就应该有什么特质 好了 我们的神有什么特质呢 我们的神有什么特质呢 啊 慈爱的 意思就是说 圣经的说话是满在神的慈爱 神是可信靠的 圣经的说话同样是可信靠的 神的说话是 神是满有对人的祝福的 所以圣经的说话是满在了神的祝福 意思就是说 神有个特质呢 圣经都有的 因为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口气 是神是这个口气所结的一个果子 这个就是灵的第一个意思了 那灵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或者这口气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都要想起 是什么呢 当创世记第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泥土做人 接着呢 将生命气息吹入人的鼻孔里面 于是呢 阿当就成了有灵的回人了 这里告诉你 原来生命气息是神秘的 生命气息不是自由永有的 所以你和我有开始都有结束 我只是生命的结束 是说到保罗 保罗说是神创造人将生命气息 应该这么说 保罗用神创造人 将生命气息刺扬这幅图画 来摆在圣经怎么写成里面 意思就是说 圣经是神做人 是神将生命气息刺给人行动的一个部分 意思就是告诉你 今天呢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是有生命的 你是有生命的 圣经是神吹出来那口气 是带有生命的 那第一个意思 另一个意思就是说 圣经是有神的特质的 第二意思就是说 圣经里面是有生命的 这个是神刺给人生命里面 其中一个部分 你怎么可以得到生命呢 就透过圣经 那第三个圣经 是神和灵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在圣经里面有圣灵的同在 圣里面有圣灵 神的灵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因此圣经不是一本死的书 圣经不是单单八指黑字 圣经是一个channel 是一个途径 是一道门 是一线的窗 用来做什么呢 是神的灵透过圣经 不断地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的生命 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 神的灵让我们去明白圣经 如果神的灵会帮我们明白圣经 其实这是好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觉得 口词圣经很难明白 圣经很难明白 其中一个你不读圣经的原因 为什么你觉得圣经很难明白 当然了 这本成二千年前写成的书 这本圣经 其实不止圣经 你随便找一本二千年前写成的书 都很难明白 什么大学之道 再乎明德 再亲民 再自医治善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不明白 语言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 文化背景不同了 背景不同了 其实圣经一样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是难明白的 所以我们早前灵修资料看《路德记》 是不明白圣经的 但是同样 在这里告诉我 圣经应该容易明白 为什么 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会使我们明白 所以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你的IQ低 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智商低 你的学识 你的普通常识不足 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明白圣经的 等着我不知道你没有发觉 有时你能否看到一件事 或者你明白不明白一件事 其实真的跟你的智力无关 跟你的普通常识无关 你见不见到一件 你应该见到的东西呢 或者你明白一件 你应该明白的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 是一个哲学问题 很多时候呢 男士看到的东西 跟女士看到的东西 也是不同的 男士通常就看一些很大围的东西 是吧 一些处理大件事 但女士就喜欢看一些 小眉小眼的东西 你有没有试过呢 男士们给你老婆问 喂喂喂 你有没有发觉 我那个姐妹呢 上个星期剪到她的发型 你觉得好不好看呢 那你女士就说 哪有啊 没有 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一起跟她吃这个 morning tea的时候 我们是聊天的 你没有留意啊 没有啊 看不到啊 没有啊 没有理由的 我都看得到 他就真的看不到 对吧 他留意的东西 和你留意的东西不同 你觉得他应该看不到的东西 他未必看得到 你觉得他应该明白的东西 我又未必一定明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呢 很多时候不单只是发型 女士们呢 很多东西真的不明白 你叫我看一些说明书 我死给你看 哈哈 哈哈 早前呢 家里的焗爐坏了 牧师买过一个新的 哇 你知道现在新的那些焗爐呢 那些说明书 几万个Item 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画面 几万个Item 你都不知道按哪个 每次要用焗爐呢 我就头痛 以前的很简单 一开关 有多少温度 就算了嘛 哇 我见过说明书 我头痛 怎样用呢 我真的没有这些感觉 上个星期呢 就是 艾伟拉 就约了这里的学校 来学 怎样做音响 艾伦问我 你去不去啊 我说艾伦不去 我看到这么多电线 我头暈的 我真的没有这些感觉 我看不明白 你怎样说我也是不明白的 所以那些小孩经常说我 我有时问他 你这个制作为干什么的 你不要知道了 我帮你按吧 教导你不懂的 我真的没有这些感觉 所以这个不是和战争高低的问题 这是哲学的问题 我们看不到制作 不明白就是不明白的了 没得解释的 他说圣经是神灵 意思是说 神的灵是在圣经里面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神的灵是会工作的 是会使你明白的 不像我们那些男人 看了一些东西 好像没看的 是吧 也不像我们那些女士们 学都学不懂 不会的 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不会有读写障碍的 你不会有这个写作障碍的 那你说 你怎样知道 你试过就知道了 对吧 我说没用的 你试过你就知道了 你试过你就明白 明白 圣经 明不明圣经 圣灵会教导我们 甚至我记得我以前也分享过 香港一些教会 是做一些弱智人士的福音工作 他们弱智 他们明白的吗 你不要理 当他们分享一些简单的诗歌 音乐的时候 当他们到一些简单的圣经的时候 他们的眼神是不同的 甚至我想我有些顶尖妹都经历过 我爸爸妈妈已经老人痴呆 他明明白救恩的 当你再跟他讲仇 他明白的 他明白的 那我就未经阿嬌姐同意 我今天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上个星期我们 长者查经班之后 我们的长者就轮流 是负责带这个结束祈祷 轮到阿嬌姐了 哇 很驚喜 她竟然做什么呢 背主套文 但是你知道嬌姐说她不识字 给着你 你不识背 甚至说我识背 不过到时你可能阻口疾舌 甚至你不敢背 你怕出丑 哇 我很判断 很深刻印象 一个不识字的长者 可以祈祷里面大念主套文 是不是很惊讶 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顶尖妹 圣灵 圣经是神灵 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神的灵是会使你明白圣经的 是会使你明白圣经的 所以不用担心 不需要担心 好了 跟着 保罗说 圣经是神所密事的 意思就是告诉你 圣经是怎样写成的呢 跟着他就说了 圣经是有益的 圣经是有益的 读圣经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读圣经 圣经不单是神的说话 是神自己对我们所表达的心意 圣经是真理 圣经是没错的 是无误的 当然我这是针对着用原文写的那个无误 不是在翻译上面的无误 圣经是永恒的 圣经是可靠的 圣经是可信的 只要你用心去读 你一定会明白 圣经使我们有生命 赋予我们有益 怎样去形容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呢 或者我就用我今天的主题 圣经就是人生的说明书 是人生的说明书 圣经教导我们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怎样去活呢 圣经的说明书告诉我 我们的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 当我们这班自称为受造物的人 怎样跟这位造物主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呢 圣经这本说明书告诉你 是关于我们的神的事情 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 正如当你家买了一部新的电器的时候 你不适用 你就可以看说明书 当你看说明书的时候 你就发觉你慢慢会适用了 意思就是说 无论这件产品去到世界上哪个国家 无论去到英国、美国、澳洲甚至香港 只要这件产品和这本说明书一起 使用这个产品的人 一看说明书 他就会适用了 他就不会用错了 他就不会是因为没有看说明书 而令到这个产品是用坏了 神教导我们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 圣经说有四样东西 教训、读摘、洗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我相信这四样东西 或者这四个形容词 在保罗精挑细选之下 他选了这四个形容词 告诉你 究竟管我们人生的说明书 如何教导我们做神的儿女 或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教训 圣经都是神所物事的 于教训 教训是什么 通常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教训 就会想到一个不好的印象 指责我、骂我 好像愤怒主任地刺我出来 就说这个错,说我这个错 其实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遗憾 如果你看回英文 它不是要教训 它是教训 它教你一些东西 原来圣经是要教我们一些东西 教我们是什么 它要教我们 究竟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 它要教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正确的神 如何认识神才是正确呢 你一定要透过圣经 你透过圣经 就可以对我们的神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最终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和印象 就是 无论我们信了多久 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 是很人文亦云的 是很习非而是的 是很 我们以为是这样的 其实是否真的是这样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那些未信的人 他怎样形容呢 他说 为什么神要你相信他 因为他想你回教会 他想你奉献 他想控制你的思想 圣经就是这样说我们的神 或者他们会说 其实信耶稣没有自由的 圣经不是说我们的神不让我们有自由呢 甚至他们觉得 其实耶稣没有神那么厉害的 你看看 当那些门徒问耶稣 你得过降临日子是什么时候 耶稣说我不知道 你看看就知道 连耶稣都不知道 那就是神一个耶稣 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深信不疑 但其实圣经里面说 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我自己最近有一个感觉 原来我发觉 我接受了几十年的解释 未必是一样 我有机会 在乐园中心跟他们讲到罪 就讲到阿当夏娃犯罪 阿当夏娃犯罪之前 神他说 如果你不听的话 你吃了之后 吃了之后 你就会死了 后来阿当夏娃就真的死了 真的吃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吃了之后他没有死 那些人就解释了 这个死指属灵的死 不是指肉身的死 但是我更大的问题就是 在阿当夏娃吃这个禁锅之前 神没有讲到 你吃了 你生仔会痛的 你吃了 你就会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的 你吃了 地就会受咒了 你做什么 就什么都不出的 我说是 神你之前没有讲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第二 再看下去 第四章 当该人杀了八的时候 神说 他要将该人 就是赶来这个医殿园 从此之后 他的地就不听他话了 他又要很劳苦了 那跟着该人说什么 我所承担的太重了 我心想 重吗 你看看你 阿当夏娃 他们不是更多 神你好像很不公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于是 神就说 我给他一个记号 他从此 那些人就不会杀他了 那为什么阿当夏娃又没有了 这些问题 就是我挑战我自己 我信了几十年 我看了识经书几十年 我很信你整张接受他的答案 但其实里面真的有些事情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不想深入多些呢 我鼓励姐妹 你去想一下这个答案 其实我心里面有答案 不过我还想去沉淀一下 再想去沉淀一下 我想你去找这个答案出来 因为 圣经是帮助我们 对我们的神 有一个正面的认识的 要不然呢 当你人文结文的时候 你信错了 跟着你传错了 其实很大事 很大事 甚至有人说 信耶稣其实 都是导人向善而已 基督教 是不是导人向善呢 圣经说 世界上没有二人 连一个都没有 怎样向善呢 怎样向善呢 我希望 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你去找答案 你挑战一下自己 你信了这么多年的东西 究竟你对圣经认识多少 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 是从圣经开始的 是从看圣经开始的 我很喜欢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要让我对神 有一个更加阔的体会 以彩虾书第四十五章第七节 我做光又做黑暗 我似平安也葬灾祸 除我以外没有真神 在你看来光明和黑暗都是一样 我很喜欢这两节的经文 因为给了我很多的 对我神的认识 有很多 多了很多空间 我觉得 这个是教训 这个是教 原来圣经第一个目的就是教我们 如何从圣经里面对我们的神 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 是教 是教我们对神一个正面的认识 第二个 今年第三章十一至十二节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 可能你误会 哇 原来我所相信的神 不单是公义的 你看看 他还会打我 他会罚我的 哎呀 好可怕 这些圣经不是想这样告诉你 真面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神爱你 他才会去管教你的 他的管教 他的督责是来自 因为他对你的爱 是他对你的爱 顶着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希望圣经给我们安慰 我们就是希望圣经给我们鼓励 有时候圣经里面 有些比较严厉的说话 我们接受不了的 尤其是当我们 什么 心情不好 孤单寂寞的时候 我们更加希望圣经给我们安慰 当圣经里面 出现一些比较严厉的字眼 这些说话的时候 什么指责要求 我们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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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们在讲台上 讲一些比较 道辱的东西 等着我们都接受不了 对不对 就是觉得羞慕针对我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辜 圣经是这样说的 那我就告诉你 因为我们接受不了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圣经就是安慰我的 圣经就是鼓励我的 甚至我们以为神爱我 神就应该不断祝福我 是不是 祂爱我 祂应该赐福我 祂应该医治我 祂应该拯救我 祂应该帮助我 祂应该听我祈祷 是好的 当然等着我们这些是好的 不过呢 保罗说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 要加上这一样 就是神会透过管教 来帮助你 神会透过管教来帮助你 神会透过管教来帮助你 神会透过管教来告诉你 祂爱你 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篇 你的象 你的肝 是不是 就是用来打你的 那些象 那些肝 你胃嘛 抑挨你的脚 真的 牧羊人会抑挨羊的脚 你走不一路 就打你 等你回来回头 不是因为神恶死 是因为祂爱你 祂爱你 所以祂想你回头 我们知道 是不是 打在宜身 哪个痛 痛在良心 不是你的良心 是你妈的心 是吧 打者就爱也 爱者就打多三几下 等着他爱你 他才管教你 当那个小孩不是你的儿子 你说知他 是吧 等他妈妈教他 他妈妈都不教 那为什么我来教呢 但是很可惜 我们接受不了圣经给我们的管教 我们就是觉得圣经 是用来安慰我们 圣经用来抄金句 就是将那些人考试又抄什么 说什么 若不是耶和说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若不是耶和说看守城市 看守的人枉然警醒 生日那抄什么呢 他以恩典为连遂去冠冕 他的陆境定下之有 我们是懂得用这些金句 我们不用神责备我们的金句 在弟兄姐妹 当你要认识神的时候 神有需要 他会重手一点 为什么他这么重手 一个目的 他爱你 他不爱你 他说你死了 因为他爱你 他想你回转 其实第一第二个教训和督摘 都是一些所谓的认知层面 教训的知识是说 你不明白 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你不知道我的神是怎样 透过圣经告诉你 是怎样 譬如是什么 譬如你不认识来Mansing Benedict 那我就教你怎么来 如果你在Apping住 那你就向着 Apping Station的方向 在Kilinford Road直落到底 跟着呢 转左 转左 去B-Corp Road 上到顶段转左 你就来到了 这个是教 你不认识我教你 督摘是什么 应该在Kilinford Road 转左 你转右 于是他告诉你 你不应该转右 你应该转左 他告诉你 一条正的路 是应该怎么走 这个是教训和督摘的意思 那使人归正 和教对人学义 是什么意思呢 使人归正 这里指到一个训练的过程 使人归正和教对人学义 都是指一个训练的过程 一个是帮你回去正轨的过程 它强调是那个过程 而使人归正教对人学义 更加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品格 是我们的人品 我们的品格应该是什么 其实使人归正这个字 是当时希腊人他们用来 去训练一个少年人 专用的词语来的 就好像一个 离开了轨道的行星 将它纳入正轨 它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品格 不在正轨里面 它要将我们的品格 纳入正轨 然后它就说 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原来你需要有原备的品格 你才可以有机会做到完全的事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 being和doing的分别 你本身那个质未好 你做很多事情 你错的机会就大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圣经会使我们归正 圣经要糾正我们的品格 要我们的品格 起回正轨里面 所以我们会有圣人的果子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哲济 你有没有发觉 这些全部都是指到我们的品格 甚至我们经常挂在后边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是指什么 是指我们对神一个正教的认识 是指我们的品格要改变 顶姊妹 如果当你信耶稣之后 你发觉你的品格没有改变 那你就应该反省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圣经明明说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是使我们归正 是让我们的品格 立日回到正轨里面 最后一个 教导人学义 那这个字句是指什么呢 就不是指到我对 你错 所以你要听我说 是吧 公义 是吧 我们一定要持守公义 这里的义 不是指公义的义 这里的义是指到 当你对 对方又对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应该怎样相处呢 所以使人归正和教导人学义 都是针对着我们的品格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对方错 你对 所以对方要听你说 我是公义 是吧 人一定要站在公义那边 不是 而是你又对 他又对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相处呢 在这个时候 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爱 这个是圣经教导得非常清楚 虽然你有一百个理由 对方都有一百个理由 那怎样 你行你我做我 你不是偏你做的事 我做我的事 圣经说不是 我们要彼此相爱 甚至圣经 对于彼此相爱来说 它是一个命令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命令 什么叫命令 如果那件事你做不到 我说这个是命令 对你不公平的 你也做不到 如果我说这个是命令 意思就是说 那件事你是有能力做得到 不过你不做 你选择不做 所以神说这个是命令 命令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得到 不过是你选择不去做 当然背后很多原因 你选择不去做 但是大前提是 你是做得到的 你是做得到 所以神就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圣经是用来服从的 圣经是用来服从的 是否接受得到 圣经不是你用来明白的 圣经是用来服从的 是叫你服的 服的意思包括那些东西你不明白的 服的意思包括里面很多神的命令 这句话给我很多提醒 行在正轨上面有美好的品格 爱你不想爱的人 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操练 顶姊妹 圣经其实真的是一本生命的说明书 圣经教我们如何操练我们的生命 好像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医生会给你很多个建议 医生的建议是什么 你做多些运动 还有做健身 注意一下你的饮食 将自己keep fit 这个是医生给你的说明书 同样圣经都给我们操练生命的说明书 让我们的生命 只要你跟随行的时候就可以操练生命 在保罗所用的这四个形容词里面 它有什么含义呢 当然正如我们所说的 很直接指向我们要做的事 教训 督摘 使人归正 教定学义 他想提上的一件事就是 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 圣经不是让你单单知道知识那么简单 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查经班 因为我们想满足我们理性的知识 我不是说这个是错 不过不是到此为止 知道圣经里面的知识 不是要满足我们的理性 我们明白圣经有多少 不在乎你知道多少 是在乎你操练了有多少 是在乎你操练了有多少 如果你有操练 圣经的说话 就会慢慢在你的生命里面扎根 圣经的说话 就会慢慢改变你的生命 但如果你不去操练的话 我不是说你不知道 是你知了之后不去操练 雅各书就说 就像一个人看完一块镜子之后 发觉自己不妥 不过他就转身走了 没有理由 当你出门口照镜的时候 如果你发觉 你的臉黏了一粒饭 那你会怎样 会有它 照上教会 你不会的 照了镜 知道自己的臉黏了一粒饭 就拿走一粒饭 这个就是你照镜的目的 其实你看圣经就有这个目的 你看了之后 圣经说你有这件事不对 你有这件事 你应该这样做 你知道了 但是圣经说 当你不做的时候 你就是 随即走后 忘记得一干二净 你要去操练 你要去实践 才表示你 是不是真正明白 这段经文 讲什么意思 举个例 《高龙北传书》十三章 我们非常熟悉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疾道 爱是不自家 不昌阁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露 不计算人的恶 只喜欢真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我们很熟的 我想多个小学生 他看完经文的时候 他都知道 哦 爱是什么 忍耐嘛 我知道什么叫忍耐 我要恒久忍耐 我知道什么要恒久 他只不过是知道了一些抽象观念 疑义 小学生都知道 但是你又没有真正明白这段经文呢 不在乎你知不知道这段经文 为什么 你真正面对挑战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你和你家人相处的时候 当你被老婆饼 当你被老公骂你 和你吵架 当你和子女相处 他喜欢就答你 不喜欢就不答你 是吧 当你和家人有艾撒的时候 当大家相处的时候 有冲突 有矛盾 大家都火红火绿 大家都开始不说你的时候 那时候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什么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是吧 好了 一个更加实际的例子 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明不明白我说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 就是看你回家后 没有看圣经为止 你回家后 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是看着你的iPad 不过不是看圣经 一会儿去YouTube 一会儿去Facebook 一会儿去摸你 没有人 从来都不打开圣经 其实你今天就不明白我说什么了 明白的意思是你去实践 不在乎你的理性知识 知道了有多少 教训 督摘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除了提醒我们要知行合一之外 也要提醒我们 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要看圣经 因为这个世界 不断又不断地告诉你 很多错误的价值观 这些错误的价值观 是不断地炮轮你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无论你有意也好 无论你无意也好 无论你喜欢也好 无论你不喜欢也好 当你一打开报纸 一打开你的iPad 一打开电视 甚至你和人聊天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就是不断地 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你不是刻意去学的 你不是刻意给它影响你 但是就是这样 不知不觉间 你给它影响你都不知道 我记得我小朋友小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会 接到小朋友的房子之后 我一定会立刻走的 我不喜欢留下 为什么 因为留下的家长 说的是什么呢 她的儿子去哪里补习 她的女儿上次的妻子 有多少分 我不想有这些压力 我不想知道她去哪里补习 我不想知道她的小孩有多少分 那我就走了 我不想被这些东西污染我 我不想被这些东西影响我 我不想被这些东西影响我 当你自己 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时候 你就是不知不觉间 被这些东西污染你 你怎样去面对呢 你怎样去面对呢 当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可以心意根深 消极来说 圣经就好像解药 圣经就好像解药 当你在这个世界上 不断地被这些错误的价值观 有毒的价值观 去毒害你的时候 你要解药 圣经就是你的解药 我昨晚看了一段新闻 很有趣 她说中国大陆最近发明了一些 不知道发明什么呢 可以帮你抽脂 保湿 养颜的内衣三腐 内衣三腐 帮你抽湿 护肤和排毒 还要排毒 哇 这么神奇 又抽湿 又护肤 又排毒 她说是呀 当你穿了之后 如果你脚底变黑 就证明你的排毒 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品 呢 就因为这个世界告诉你 你不漂亮 就没有价值 这个世界告诉你 你要有颜值 对不对 你要动灵 对不对 五十岁六十岁 动灵 什么小者 对不对 这个世界告诉你 你不漂亮 你会没有自信的 所以你要穿这些 成万一套的第三裤 对不对 所以你要塗哪一只化妆品 哪一只护肤膏 哪一只抽湿 对不对 去保湿 保湿膏 所以有些女士 出面之前用两个小时 来搞自己 我真的很服她 那圣经的解药是什么 哦 珍言说 31章30节 严厉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然得清赞 姐妹们 如果你落于这些陷阱里面 你就要看看圣经有什么解药 弟兄们都不是很多很多的 对不对 我们一样同事 很多的价值观 都被这个世界吸引我们 回到圣经里面 看看圣经给你什么解药 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是责任 好像背着50磅去当兵 那样 很凄凉 我们觉得是 好像是一个责任 不做 神会罚我的 天掉下来 天掉了石头下来 扎死我 等于走出街 那个雷劈我 所以我要读圣经 如果出了这样一个态度 去读圣经 真的很凄凉 真的很凄凉 信耶稣真的没有自由 等着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当你又看不到他的时候 你又很希望 你和他WhatsApp一下 是吧 你很希望 你去看看Facebook 他有什么更新的 是吧 你很希望 发一些短信给他 发个Message 给他 你会不会 为什么儿子 这么久 还没回来 WhatsApp一下他 是吧 不知道儿子 今天会开成什么 很挂心 又WhatsApp一下他 你会挂心他 你不会觉得是责任的 是吧 一死了又要WhatsApp 一死了又要看他Facebook 是很艰难的 你不会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会 因为这个不是你爱的人 因为你觉得看圣经 是你的责任 很重负担 其实圣经 除了萧吉利说的一种解药 帮你解读之外 圣经也是一种的宝品 是一种的宝品 他告诉你这个世界 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 他告诉你什么才是 一个神所爱的人 一个神的受造物 应该怎么生活 如果你想分辨什么是真仁子 什么是假仁子 银行的分别方法就是 你不断地对着真仁子 对着你 都知道真仁子是什么 当那张假仁子一出现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张是假的 上星期 我在衣船买东西 收摊桌面 就贴着一张五十元纸 我一看 咦 为什么一张五十元纸 我就想这个 他要不断地对着真仁子 以至到那张假仁子出现的时候 他可以对比一下 等着我们 圣经是一张真仁子 圣经是告诉你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 圣经告诉你 我们作为神的仁 我们应该怎么生活 圣经可以给我们一个 封圣的生命 圣经是满在神的祝福 等着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体会不到神的祝福 不是因为神没有祝福我们 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没有空间 去诚实神的祝福 甚至 我们只不过在追求世界 所以我们追求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 领受不了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感觉到 神的那种祝福已经临到 很多时候我们不看圣经 我们有四个借口 你想想哪些四个借口 有哪四个借口令到你不看圣经的 哪四个 大声点 没有时间 还有呢 不明白 还有呢 不得闲了呢 什么 老花 我配眼镜 没有心机 还有一个老人家最喜欢 没有记性 这是没有一个借口 没有心机 没有时间 没有记性 看都不明白 这是我们用的借口 说的是借口 那就是说不是那个答案 你没有见过那些女士们吃东西 吃的那些就说饱了 这盒饭一半是留在家的 这一半就够了 那这一半还要吃一半而已 饱了不吃 转头拿个碟来拿甜品 是吧 你刚才说饱了 那为什么你还吃甜品 为什么 它有另一个胃 甜品是另一个胃的 那样东西是你喜欢吃 你一定 怎样呢 你都留一些位置给它吃 那样东西你喜欢做 你怎么没时间 你都知道时间出来做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有时间 为什么你还有位置呢 因为你喜欢 因为你渴慕 圣经就是一样 问题是你有没有渴慕 对不对 你有没有渴慕到 当你渴慕的时候 你一定能达到时间出来 去看神的说话 我早两天看到的报导 不知道大家没有看到 我觉得很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 原来星期五那天 在澳洲逝离 就大概有成千个学生 上街抗议 是 罢课抗议 是不上堂抗议 原来与此同时 不单止澳洲逝离 与此同时 当然有时差 是3月15日 纷纷在不同一百个国家里面 包括什么国家 包括英国 芬兰 德国 美国甚至香港 超过一百个国家 多过一千城市的学生 都一起参与一场 罢课抗议 抗议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抗议 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对抗全球暖化 抗议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对抗全球暖化 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抗议呢 因为大概在2015年 世界各个国家就同意 他们希望在这个世纪末 能够将地球的气温的幅度限制到 只不过升两度 我想大家都知道全球暖化的情况 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开会 是希望各个都能够做一些措施 希望将气温的温度不要上升多两度 但是到现时为止 你知道已经升到多少度 四度 所以夏天就越来越热 你看到澳洲今年的天气都很反常 以前不是的 十几二十几前 热极你都不可以穿短袖衣 因为它是凉的 这些学生 你知道原先发起人是一年前 一个瑞士的学生 它只不过在那天 它发起一人静坐 或者一人罢课 就是在国会面前做这个示威 但是竟然在一年之后 应该普及到全世界 多过一百个国家 多过一千人去响应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去响应呢 因为全球暖化是一件非常之严重的事情 科学家 有很多科学家 甚至一些专业人士 都很响应这个示威 科学家说 如果我们再不对抗全球暖化的现象 所有的生物都受到影响 因为这件事严重 所以我们要参与 令政府采取行动 弟兄姐妹 回到我们的圣经里 不读圣经 你知道多严重才可以吗 很严重的 弟兄姐妹 那你愿不愿意参与这个读圣经的行动呢 你不读 和你旁边的人没有影响 是影响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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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师最近的讲题就是讲到祈祷 是吧 我少知道他的回应就是 其实祈祷和读经 是基督徒的粮食和呼吸 就像你走路一样 一只脚左一只脚右 祈祷读经 祈祷读经 读经的重要性 我相信大家明白了 但是真正的明白 不在于你坐着听到那半个钟 是你有没有行动 我希望大家 能够深深地 将这件事行出来 好吗 我不教你怎么读圣经 我不需要当你是小孩 要你偏偏想读圣经 只要你爱那件事 只要你觉得那件事重要 你自然会去读的 我可以一起祈祷 天后上帝多谢你给我们 有你的宝贵的话 多谢你透过圣经 我们可以认识你 多谢你透过圣经 我们可以得到封城的生命 天后既然这件事那么重要 主要就叫我们 可以立刻的 立刻的 做你的心愿 有这个立志 有这个习惯 回到圣经 免得我们 事悲忽分 免得我们 自己信错了 又传错了 求你带领我们 多谢你让圣灵 使我们明白你的说话 多谢你给圣灵 我们量了量的能力 去实践圣经的说话 多谢你听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面致 阿们